我们到期担任国中, 周围凌晨多数字路面并顺, 书目普京影响到附近基民, 恐怕路通行安全。 现在中央已经设计4950万金会进行改善。 内政部长,林友冲, 六位刷八会, 也坐到现场实际改善感兴以及计会。 另外,我们到独特侯好好, 周围凌晨和凌晨都, 也已经设计2750万金会进行改善。 他提醒,核心上下口的通行评借。 这个是在我们内政部所属的前占计划里面, 提示大约是2.0,第三件核定的案子。 来政部长林友冲, 立委刷八会, 議員甘陈霞, 是来到南岛市八百国党, 听出道路改善的计会干部。 现在最大的问题是, 我们的路数把人行道抢起来, 让人行道已经不叫人行道了, 根本就没有办法走。 我妈妈也是在最近, 就是说我记得是两年前, 她就在我们那里拔下, 一拔下之后就开刀。 甘陈霞, 議員公主现在押百国党四周, 已经押百路人行道的状况, 不是有逼损, 就是像某附近, 路面关系没变, 已经影响到学生上下口, 以及附近基民通行的不变, 也可能作成拔刀的危险。 不过现在, 台阵部已经補助4158万, 由南岛市公所负担792万, 而且进行改善, 计刑在184年, 这些未婚就可以完工。 重点还是要在人行的安全, 我们银北国中的通学步道, 不只是协助银北国中外围, 而是连着这个银北路, 这沿路3公里都做改善, 而这个改善呢, 除了我们过去的树会串根, 所以会凹凸不平之外, 刚刚也特别提到像这种电信设备要往后移, 让这个路更顺畅, 这环节可能要来协调, 我相信公所学校都会来互相协调。 来讲保定的令友昌, 争计保持出, 现在中央有变在四年四百亿的经费, 要来改善全台人行的路面拼借, 只要有需要的所在, 都能够拿出结果的申请。 那我们接下来四年四百亿是什么概念? 全国人本环境的改善, 一年过去最多最多的工程经费大概是五十多亿, 所以我们明年之后的预算经费是增加了差不多快一倍。 立委刷备会进一步这一趟, 昨天亚伯国中就位, 南岛特殊教育好好, 周边的道路以及零行都, 来讲保密保住两千三百十万, 同样由南岛市公所股担四百四十万来进行改善。 比较超好看,彩虹伯德。